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场季前赛 是一场愉快的交流 杰夫蒂格帮助斯蒂芬库里调整球衣 奎林库克在一次防守时蹬掉了鞋 森林郎主教练他姆希伯都把鞋捡起来扔给了库克 这是季前赛 大家完全没必要把氛围搞得那么紧张 但是对于森林郎来说 季前赛也不能放松 因为吉敏巴特勒请求交易 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好在在巴特勒官方给出的原因是用手腕受伤 今天没有出场的情况下 他们以114比110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森林郎在今天的比赛中展现出来的最明显的区别 是罗斯在首发阵容中顶替了巴特勒的位置 并且和蒂格合作 打出了不错的表现 这两位控球后卫的投篮命中率都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蒂格十二投六中拿到17分 罗斯是投六中 三分球三中一 把球四中三拿了16分 难门可贵的是 罗斯在进攻端 表现出 蒙他标志性的侵略性 他拼命的冲击篮筐 用他职业生涯中所拥有的那种狂热 被自己创造投篮机会 他是令人满以置信的 唐斯说 罗斯展现了很多他巅峰期的那种表现 每个人都喜欢那样的罗斯 非常有侵略性 阴满耳 上 推进节奏 这就是你所能要求的一切 历史上最年轻的常规赛MVP 在我看来 我在球场上青年看到了很多巅峰期罗斯的影子 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 森林郎将奔赴洛杉矶 那是巴特勒希望去的城市 今天的比赛是森林郎与巴特勒分手的第一条步 也是他们继续前进的开始 我们别无选择 对吧 蒂格说 我们必须尽快把问题解决掉 尽可能快的行动 看看会发生什么 啊 找类